大家好 昨天我们那条母牛 终于生了 那个老六啊 小牛 也挺大个的 这次生的是个千斤 生了几头了 第六头 两头千斤 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小牛的毛色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老六啊 这小牛出生一生 就开始走路 这好多蚊子在冰上 这个小牛的毛色相当好 刚出生不知道摇尾巴 硬斤不懂 就你出生出来就有蚊子斤啊 那些小牛出生的时候 都是 昨天出生 今天就出去 现在老六已经出生啊 老七老八老九老十啊 今年估计还会生这个 七头吧 七头还是六头 今年还会生六七头 这六七头今年生下来了又配上的话 到明年来啊 明年来就 三四十 哎呦 当时三四十头来的话 哇 这车草 一天得吃这个 三四车 现在我们的牛啊 现在大大小小 加昨天摔的那头 二十一头啊 要吃两三轮车草 这两天一直在割草 这个草 没有以前那么老啊 比较矮一点 没以前 以前长得到三米都高 不过这个草比较一样 一天要吃两三轮车 以前刚买牛的车 割两车草 要吃你这个 两三天了 甚至四天 一天一斗车都吃不完 那时候还二十六头 现在这个 牛 能吃 认为我们的牛就长大了 昨天这道母女吧 生娃 有点难生 可以急死了 第一次 小牛生娃啊 用手 给它拔出来 不拔出来 发时间长 是吧 容易倒出那个 也第一次 养牛 养牛 都养了几年 到现在 神娃 要不要拔 都懂 好大 我估计也七十七八十斤 能想 不过 辣腾母牛 也是最 最大的牛 也是最不老实的牛 那个脾气 也倔得很疼 深母牛 下来全人没叫一净 呵呵 哎呦这个 那几天下雨 这个 青柱池啊 没用 没用啊 失败啊 又倒了 这边又倒掉 像南方这边 不要青柱池也可以啊 以前刚开始养型的时候 浪费一碗多啊 这四只鸭子 那就舒服了 可以碗水 没有全部倒掉了 下次 要把它填起来 哎不过这里养 养些鸭子后 自己吃吃还是可以啊 有水 有草地 看我那只白鸭 现在起码有五斤了 话不多说 今天就给大家扯淡扯到这 碎草喂牛 你看 晴了三天 又开始来 下雨啊 下毛毛雨来了 碎草 下雨了 下雨了